经历近半年的选拔 2012上海国际摩托大赛总决赛 将在10月份拉开战幕 近日摩托大赛组委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 参与总决赛的40名男女摩托 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本次上海国际摩托大赛 主行向海报的摩托 刚从伦敦米兰时装周 归来的两位国际超模 李震 侯梦迪也前来主阵 为这些平均年龄 还不足20岁的摩托新秀们 加油打气 自信是一个人 由内而外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各位粉丝 也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一定要自信 相比心态 把每一场演出 每一个环节 就当成一个演出来对待 据介绍 1995年第一届 上海国际摩托大赛冠军 马燕丽 国际超模 陪贝等 专业评审人员 将坐镇总决赛评审席 相信将为大赛 增加不少看点 新星年记者陈宁 许凌切报道